謝謝大家 然後今天是最後一場 然後今天很快 因為沒很多東西 想問一下 就是有去過桃園嗎 火車站 去過有幾種 很多人都去過耶 停一下 是不是經過這樣 我其實還蠻想好奇 大家為什麼會想來聽 類似這種藝術浴軌 有什麼期待嗎 我隨便點一個好了 有沒有想說 就是為什麼會特別對這個主題有興趣 就是 還有 為什麼會特別想選藝術這一邊 因為我是桃園的 喔你是桃園的 桃園哪邊啊 桃園在桃園 喔就是這邊 桃園區嗎還是 藝文特區那邊嗎 那我再問一個好了 我這邊點喔 我想要選這個 藝術城 的 是讀文化寶城 喔是讀文化寶城 對這個會有興趣 了解 非常感謝大家 那我先 就是快速的 分享一下 就是我今天講的部分 大概會是那個 我們 我到桃園 然後還有桃園協會在做的事情 然後我本身其實是 南投人 但是在桃園大概也八九年了這樣 那是在一個 很特殊的緣分下 到達桃園 然後我常說我是 中年魯神 因為一直到現在都沒有什麼 就是正 就是正職的工作 然後每年都要算說我今年 可以活到幾月這樣 對然後今年目前還算說 可以九月 我只剩兩個月的薪水 九月之後還要再想辦法 大概是大概一直都這樣多的生活 所以其實 跟其他 人比起來就是 我都會這樣講 但是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 也 也 會有些不同的經驗 所以最後會落到桃園這樣 那我其實最早是在那個 台大戲劇研究所畢業的 那其實在這之前 我其實是學那個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 所以其實跳蠻多的 就是自從離主 然後後來研究所的時候轉戲劇 然後可是 就是戲劇讀完之後的第一份工作 其實是做 比較偏社工 可是他們其實也不是社工 他們其實就是一個 在服務工作傷害受害人 然後比較偏倡議團體的 可是一般大家的理解 講社工可能比較好理解 他們也不是傳統的社工這樣 他們其實是會帶受害人去 跟雇主 比如說或者是跟政府抗議 然後希望轉化成整個體制的改變這樣 那我到那一邊的 我到那個工作傷害受害協會 其實最主要的服務的就是 RCA的事件 它其實就是在 就是省陶附近 那你坐的那個地方 對 大家有聽過RCA嗎 沒有 都沒有聽過 有聽過的舉手一下 三個 三個 對對對對 RCA呢 其實是民國大概70年左右 一個非常大的美商公司這樣 它有多厲害呢 它大概就是像現在的蘋果差不多 就是當時阿姆斯壯登錄月球的時候 的那個畫面 我的一小步是人耐的一大步 那個畫面就是透過RCA的衛星 傳到RCA的電視 然後傳播到整個世界這樣 隔年RCA就來台灣設廠了 然後他來台灣22年 然後館廠 然後為什麼是22年呢 因為他好像到25年的時候 他就要開始付那個退休金了這樣 對 所以在22年的時候館廠 但會來台灣當然也是因為 在台灣的整個獎勵外資的制度 底下來的這樣 然後來台灣 後來館廠了之後 兩年突然爆發地下水污染 說他們在台灣22年期間 違法清代有機容器這樣 然後那個時候 然後工人看到這個新聞才嚇到說 我在工廠裡面喝的就是地下水 然後再開始互相聯絡 怎麼你身體不好 怎麼他很早就去世了 怎麼你也離癌 然後他也離癌這樣 他開始慢慢聚集起來才發現 幾千個人就是都那個離癌這樣 所以他開始慢慢從污染的事件 轉成工商事件這樣 所以他其實是全台灣最大的集體工商案 然後到現在都還在打官司 還沒有結束 已經打了快20年了這樣 對 那其實我後來就是服務RC 那RC就是在桃園 所以當時就是從桃園跟台北兩邊跑 然後 後來才開始慢慢從桃園的老公故事 然後到了桃園之後 開始關心這邊的土地 然後來桃園的時候 他們大家在那邊說 桃園是文化沙漠 可是我在那邊有感受到一些不同的氛圍 不同的故事這樣 所以開始慢慢從老公的故事 開始去理解桃園在地的故事這樣 然後到後來遇見了一些夥伴 才開始慢慢組了桃圖幫一文聯盟 對 所以大概是我們其實很年輕啊 就是今年是第三年這樣 對 然後今年會改選 對 所以其實是一個還在努力的一個組織 但其實我們共同關心的大概都是桃園這邊的藝文這樣 那會特別講的RC是 第一個是除了 它除了讓我開始理解桃園這邊的故事 桃園這邊不同的地方之外 那另外一個想像是 我後來在離開工商協會的時候 其實就是想說 開始比較關注桃園在地的故事這樣 對 所以才離開協會 那在離開協會的最後一個就是幫RC做了一個文物展 另外也出了一個拒絕被遺忘的聲音 那我為什麼會特別講這個 是因為這本書很特別 它有得經頂獎 可是它其實是我們花了兩年組織的志工 大家一起完成的一本書 然後所以可是很多人可能想說 集體創作啊什麼都有一種素素的感覺 可是這本書其實是好看的 而且它有得過獎項的肯定 所以這讓我覺得集體創作是有可能的 我們一起來寫我們自己的故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我們通常在寫故事 或者是大家看電影很習慣的一個敘述方式 就是有一個英雄 就是有一個英雄 厲害的人物 集氣戰警 X-Man 然後 對 但是在這個裡面 RC是一個集體的戰爭 它有一千多個受害者這樣 那在這裡面其實我們是 讓志工去訪問阿姨 然後出了這本書 那所以這本書裡面 大概有十幾個阿姨的故事這樣 所以在這裡面找不到一個英雄 大家都是這個集體抗戰的一部分這樣 這個是我開始對於 就是之前在學校學的戲劇阿敘事阿 還有大家共同創作 彼此跟彼此之間的關係 透過協會的經驗 透過這本書的出版 也開始讓我對於創作對於藝術 會開始有一些不同的想像 一個更集體的想像 一個更在地的想像這樣 而且這個是就是 就是寫的就是真實的故事嘛 它就發生在你面前這樣 但我特別感受到這個差異是 就是在這本書出完之後沒多久 就是我一個朋友 就他導了一齣戲 非常好看 就是那個導演也好看 然後演員也厲害 然後導演也厲害 可是它其實是一個國外的劇本改變 然後在當時 我就想 就是突然 突然覺得有點難進入 就是開始在思索說 台上演的東西 好像跟我周遭發生 我們用的語言 我們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其實是不一樣的這樣 它是在講一個國外 一個女孩性啟蒙的一個故事這樣 可是它那個歷程 其實跟台灣的在地 有可能發生的 女生小時候的那個 是不太一樣的 我覺得那個壓迫 跟家人之間的關係 其實是 不是我熟悉的 然後就突然覺得 有點難進入 我就還開始思考 屬於我們的故事是什麼 然後加上這本書出來 我才會講說 那我在學校學的 或者是什麼 我學的好像都是 國外的一些審美觀念 國外的方法 對 我甚至於連戲曲 在那個 學校裡面都是 一個小小的選秀 而且你才會發現 其實是完全不同的審美關係 才開始在思考 跟自己有關的事情 我到底關心的是什麼 對 才開始 就真的認真的思考這件事情這樣 所以 後來才開始訪問 從桃園這邊在地的故事 開始去訪問 然後也從勞工的故事 開始關心這邊在地的店家 然後也辦了一個 桃園記憶 桃園工藝的攝影展 然後另外也 以桃園的遊民 請一個藝術家來創作這樣 那直接就是在結局上演出 大概開始慢慢的轉作一些 就直接嘗試這樣 然後到後來呢 就是我們甚至於 就是直接 這個樓花是我自己小小的創作這樣 就直接在 那遊民 就它是一個文昌公園 就是桃園的公園 然後白天會有遊民聚集在那邊 然後就直接在遊民的面前 直接演他們的故事給他看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嘗試啊 因為也不曉得他們怎麼看 怎麼看你這樣 可是他們平常也不是會接觸戲劇 接觸舞蹈的 然後所以我們就只能是 把這個東西 真的真的在他們面前 跟他們有一些互動這樣 讓這些事情 真的去接觸一些 其實平常不太會接觸的人 試著看看能夠有些 什麼樣不同的效果這樣 那粉紅塑膠工廠也是 這個是在講老公的故事 那演出的場地就是在那個 工作上在雖然協會的辦公室這樣 那另外一個嘗試就是 這個就比較是性別議題 那比較是自己關心的 他當時是在桃園幾個小店 做小小的演出 演員就兩個這樣 那也是希望把自己關心的東西 直接帶去 一方面觀眾來看的時候 也認識這些可愛的小店這樣 那二方面也可以在議題上做一些交流 然後這個大概就是在協會之前自己的嘗試 那到後來呢 主要focus的地方呢 就是所謂桃園老城區 那這個虛線的地方呢 就是桃園老城 所以其實桃園以前是有城的 火車站在這一邊 所以他離火車站 大概只有五到十分鐘就到了這樣 對 那現在新的新樂園在這一邊 他也在老城區這邊邊的展覽空間 對 歡迎來到老城區 對 那其實桃園以前是有城的 那桃園城有個很特別的地方是 他是全台灣少數非官方派的城 然後他其實是最早的時候 那個權章邪鬥為了抵禦外敵所租的一個城這樣 那在日治時代的時候就拆掉了 那所謂無城之城是 他其實很早的時候這個城就已經不在了 但他其實非常小 因為他就是非官方派的 對 然後可是其實在裡面 都還可以看得到一點點 當時桃園城所留下來的痕跡 那這一塊呢 其實也是整個桃園區 歷史經濟發展最悠久的地方 那他的正中間呢 其實可以看到就是大廟的景福宮 那景福宮拜的是開張聖王 然後就是張州人的守護神 然後前面講的是全張謝鬥嘛 所以其實在邊邊呢 就是在北門 在過去那個地方 有一個叫做政府宮 他拜的是廣澤聖王 他比較是全州人的守護神這樣 那我就要問一下大家好了 就中間是張州人的守護神嘛 那外面這邊是全州人的守護神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推測一下 也許當時城中間張州人比較多 城外全州人比較多 所以全張謝鬥的時候 誰比較厲害 覺得是張州人的舉手 一個 覺得是全州人的舉手 那一個 為什麼是覺得是全州人 為什麼覺得是張州人 比較有錢 住了一個城 對喔 好 其實是全州人 因為確實是 就是當時 就是節節敗退 張庄節節敗退 到這邊 然後所以四身才 木製組了一個城這樣 把外敵給 就是把戰火給抵禦在外面這樣 對 但這個說法沒有到非常非常的 有就是統一 但是 沒有統一的意思是說 很多人覺得這個城 並不是真的是張州人抵禦全州人 但是他一定是為了讓全張謝鬥 不要波及到這一邊這樣 對 那也可以合理推測 裡面張庄人勢力比較強 是因為正中間就是 就是那個開張順亡這樣 對 所以確實當時是全州人比較厲害 張庄人就節節敗退 退到這裡 然後四身就木製組了一個城 然後就把那個外敵給抵禦在外面這樣 但是也是因為組了這個城之後 所以讓這個城中間開始 能夠比較穩定的發展 能夠有一些經濟發展這樣 所以整個桃園城的文化經濟 也大概就是從這一邊開始 所以很難想像就是以前在這個地方的那個街道啊 小小的街道幾乎都那個車子都進不去的 就都是滿滿的人這樣 那你可以想像RCA在這一邊 他們下班回來就是通通都起到這一邊這樣 所以以前是非常非常熱鬧的 可是現在如果大家有去過桃園 大家對這個地方的感覺 可能大概就是會是一個比較 感覺好像一直在建設 一直在做事 可是好像並沒有什麼真的實質的進步 然後感覺好像他很想要前進 可是你又會覺得實際上好像又是停止 就是政府好像會做很多事情在那邊 然後可是好像 好像並沒有 並沒有真的帶來他所謂想像中的經濟繁榮這樣 的一個感覺 所以其實是有滿多矛盾的一個狀態在裡面發生這樣 那我們就是在裡面你會發現 有好多東西其實慢慢消失了這樣 比如說這個是新民街 也是最早我到桃園的時候 那個辦公室所在的地方這樣 那這一條其實現在整個六連洞 全部都被建商買下來了 然後全部拆掉了 然後你可以看那個照片 就是像那邊講的 兩天之內的房子都沒了這樣 但蓋要蓋很久 現在還在蓋這樣 他好像也快蓋好了 對 就是 然後這個是那個金圓戲院 也是全台灣 就是桃園算是最久的一個戲院 大概有四十幾年的歷史這樣 那日本是一輪戲院 後來改二樓 然後他也是那個 就是全桃園第一間有手扶梯的百貨這樣 那也被建商買下 然後全部都被拆掉了 然後你可以看那個照片 大概都舊舊的 所以其實整個 整個桃園老城 大概都是很多這種舊舊的感覺這樣 可是你別看這個舊舊的 聽說還沒蓋好 就已經全部都賣掉了 就是全部都已經賣光了這樣 因為捷運就在附近 然後在這金圓戲院裡面 相關的像大家這個 而建名潤餅 其實也是在這金圓戲院底下 大家常常會去吃的小吃 你現在上網Google建名潤餅 應該也都算是桃園美食之中這樣 那也隨著金圓戲院的拆掉 而搬離了桃園老城區這樣 那包括看到了2019年的時候 這個是我們能夠找到的西廟 那它會叫西廟 就是之前在桃園城西門的地方 其實桃園城東西南北門都有一間廟這樣 對那西廟就是叫西廟 就是因為它在桃園西門的地方這樣 那這個是我們能夠找到最早的照片 這個大概是日治時代初期時候的照片 你可以看跟它拆掉之前 其實沒有差多少這樣 所以我們可以合理懷疑 它其實改建的幅度並不大 但是當時文字委員去的時候就說 後面都已經被改建啊什麼之類的 可能跟原始的樣貌不一樣啊之類的這樣 所以我們就是後來有去抗議 就是怎麼去抗議都沒有用這樣 後來還是整個被拆掉了 就這樣沒了 那他們的想像是什麼 就是要蓋一間大廟這樣 那還可以看 當時拆掉前還可以看到 這可能是清代的門啊 西廟的那個牌匾可能都是清代留下來的 然後包括這個磚頭 這個磚頭的長寬筆 就是跟現代的磚頭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其實可以很明確的知道 它就是清代使用的那個磚瓦這樣 黑磚 然後這個石碑的話就更明確 它輕的就是佳紀年間的那個落款這樣 所以你可以知道 其實他們拆掉之前 真的有很多都還是保留他們 最早最早清代留下來的遺跡 可是在某一種想像底下 它就消失了 然後我們之前有去抗議 大概都沒有留下來 那除了西廟之外 那這個是永和市場 那永和市場呢 其實也是日治時代的時候就有的市場 它是桃園第一消費市場 那後來變成在永和市場 永和市場改建了之後 它上面還有香機城啊 有那個溜冰場 就大家以前約會 就是父母輩約會 大概都會在這個地方這樣 那也一樣為了要蓋捷運 現在整個拆掉了 然後這個是未來捷運的想像圖這樣 那你可以想像說 好像沒有一個想像 就我們會去想說 那為什麼它不可以跟傳統市場共構這樣 可是他們並沒有類似這樣的一個想像 或者是規劃 然後所以他們現在就是把永和市場 又把它牽到一個更遠的地方 規劃了一個新永和市場的一塊地這樣 那以前原本也是要給建商蓋房子啊 後來暫時沒有用 就先把它規劃成永和市場的暫定地 但我們的推測是 通常你在那邊暫定了 除非生意真的很差 否則攤商應該也不會想動 因為你一旦搬了 你的客群就要重新再建立這樣 對 那 這個 然後所以它現在就是整棟都是拆掉 那準備再蓋那個捷運這樣 所以你可以想像 以前 從日智時代到現在 有很多傳統的故事 就這樣慢慢的消失 然後所以這個也是 我們後來想要成立協會的原因 因為我們會覺得就是 協會比較是累積是人 我們就是希望有一個容器 有一個組織把人給串聯起來這樣 那 在 所以我們大概看到的是很多 就是我們 我們認識的故事真的有可能 我們是最後一個看到它的人 對 就是之後可能就沒了 或者是有很多 隨著某一種都市發展的想像 它就消失在我們面前這樣 那 所以我們大概一直很努力的是希望 用各種不同的藝術的方式 就是把這些故事留下來 那比如說在協會成立之前 我們就是第一個 我們做的其實比較是找23個藝術家 畫桃園23個老地方 所以你在看這個展的時候 其實就有一點把整個桃園逛過一次 可是你透過的是藝術家的詮釋 藝術家之眼來看這個地方這樣 那比如說它 然後而且我覺得後來也其實是有一點 幫桃園留下一件很強 因為這個是他們畫的就是一棟日式宿舍 也是在桃園老城區旁邊一個桃農這樣 然後它後來也是莫名其妙失火 就燒掉了 所以還好有一些畫可以留下來一些 他們當時的影像這樣 那到後來也是用這種方式 也開始試著看有沒有辦法 串聯桃園的藝術家 然後變成是一個小小的平台 一起來以桃園這個地方做創作 那後來也開始慢慢轉以當代藝術 為一個主要的詮釋 就是在這之前可能都還是插畫什麼的 那後來開始 因為認識潘老師的關係 還有整個協會夥伴的關係 然後有一個咖啡廳老闆也是在做當代藝術這樣 那我們大概都會是希望以當代藝術的方式 來詮釋你所在的這塊土地 你所看到的城市 所以後來在協會成立之後 我們第一個活動就是城市整形 那一樣是以當代藝術 像這個就是那一年剛好 永和市場要拆掉這樣 就是藝術家以錄像 激入了永和市場 或者是他把捷運的牌子做成香包 但裡面放的是永和市場的草藥這樣 那這個就是用錄像 然後或者是這是奕勳的作品 他就是用那個市場 他有個市場系列 大概就是會以拆掉的市場 等於是幫永和市場做最後的紀錄 那除了藝術之外 協會其實也有來自各種不同的人 我覺得這是協會有趣的地方 所以我們也做了一個實境的遊戲 然後你來的話 每個人會扮演各種不同的角色 有人可能扮演政府 有人會扮演建商 有人會扮演在地的居民 有人會扮演文化工作者 然後每個人會從不同的角度去發聲 然後會有些不同的技能這樣 然後從這個活動裡面 讓大家去思考 為什麼那個桃園老城區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這樣 對那每個人在裡面的利益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們就做這個遊戲 然後真的就是 比如說那個當時文昌公園要改建 我們就真的在文昌公園裡面 就是讓大家討論說 這個地方要改建之後要變成什麼樣子 那我政府就要做好利益分配這樣 對和政府是最難玩的 他要讓每個人的點數都一樣 都差不多政府才會贏這樣 對其他人就是努力的去爭取自己的點數 然後也藉此來辦了一個論壇 那這個論壇大概上午會是跟藝術相關 然後下午會是跟議題相關 我們大概都是會用這種方式 試著一方面希望我們藝術的這個東西 也是因為學習也是很關心的這個東西 能夠有不同的視角來看待我們所在的城市 那也希望桃園這個地方 能夠長出屬於自己的藝文觀點 那這個藝文觀點是真的 從我們自己的生活給生長出來的 就是一直很希望能夠走這樣子的方向 而不讓藝術這件事情感覺好像都是跟大家沒關係 或者是都是只有藝術家在說話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協會一直很努力在做的事情這樣 所以其實我們一方面討論你的生活 一方面我們也把你的生活看看跟藝術 能夠交叉出一個什麼樣不同的相互的刺激這樣 那一樣在永和市場就是被拆掉前 就是在裡面辦了一個文史展 然後這是後來就是附近有個大廟口派出所 就是我們把老成星桃園的作品也在這邊又再重新展出這樣 那我們協會在前年2021年到2023年的時候 有機會進駐桃園區公民會館 那這個其實以前是國民黨的群眾服務社 後來把那個產權交還給桃園市政府之後 就是閒這一段時間 然後後來他就是為外經營 所以我們大概是希望規劃一樓是品牌選物 二樓呢就是當代藝術 因為我們會覺得桃園這邊缺缺 那個中小型的當代藝術的空間這樣 對 然後所以這是他那個 然後我們從外面就是整個幫他重新設計 那就是這個是他我們重新設計前的樣子 然後旁邊是他改建這樣 所以我們大概會是每一季都會有不同一個主題 你要從這個主題底下去向品牌選物 藝術策展跟相關的互動活動這樣 那一直很希望這個地方能夠去串聯桃園老城區跟火車站 叫戰前商軍的一個重要的地標跟能量這樣 那所以這是一樓是品牌選舞 二樓是當代藝術 那我們一樣當代藝術的部分 其實也都很希望是跟桃園這邊的議題相關這樣 那像這個作品是 這個展覽是很久很久以前在桃園 大概都會是以桃園日志時代的時候的故事做出發 而且我自己比較感動的是 有一個文史工作者也是跟我們裡面的藝術家討論的之後 因為通常文史工作者在展覽裡面都會是一個文本的提供者 但我們試著跟文史工作的討論之後 也讓他有一件作品能夠在這個展覽裡面被展出這樣 讓這文史工作者不見得一直都是在後面這樣 那這個作品也滿有意思的 它其實前面畫的是景福宮 就是我剛才講的大廟就是正中間那個 然後後面畫的是那個桃園神社 那桃園神社其實是全日本保留的最完整的境外神社 然後他就是把那個空間給拆掉了之後 只留下那個就是沒有屋頂的一個狀態這樣 然後他是覺得大概從中間就可以 從整個空間的狀態就可以看得出人跟信仰的關係 比如說桃園景福宮 他就是剛前面看了他就是在桃園城的正中央 所以他就是希望很熱鬧這樣 那你進到景福宮裡面可能就有很多很多神明 有點像你去別人家拜訪 你可能要跟他所有的長輩啊經紀朋友都打招呼這樣 對 然後是一個很親近很在你旁邊的一個感覺 然後而且是真的桃園人這邊心情不好 或者是不順的時候真的都會去找開張聖王去 就是跟他吐露心事 或者是跟他求一隻錢 把揹一下這樣 對 那那個桃園神社呢就剛好相反 他是在山上 但是那個日志時代的時候 為黃明花運動開一條路就是直通桃園神社這樣 對 所以他是在山上一個離天比較近的地方 然後他其實 當然現在因為整個活化的關係已經沒那麼幽靜了 否則我第一次去的時候真的是一個 我覺得很像有點世外桃園的感覺 非常安靜這樣 然後非常在森林裡面 然後你經過到最裡面最裡面的神看的時候 你要經過很長的樓梯 然後一層一層的走進去 然後他小小的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好像也是跟 就是每一個人跟信仰之間的關係跟想像 對於他所處的空間 整個空間的規劃其實都會有所不同 然後所以這藝術家就呈現這件事情 覺得非常有趣 而且他是正反面的時候是因為日志時代的時候 警符宮差點被拆掉 因為黃明花運動的關係 那當後來因為怕他拆掉之後有暴動 因為他在中間的信仰實在是太強了之後 所以還留下來 所以在日志時代的時候 剛好有一點兩種兩個信仰都存在 或者是有點小競爭的一個感覺這樣 所以這作品來呈現這個就滿有趣的 那整檔展或者是我們在公民會館 他後面展覽的規劃呢 大概都會是希望跟在地的故事 在地的連結有關的一個展出這樣 然後但是呢就是像這個 所有兼顧中家雲小雲三這件作品就是 用RC的故事來做呈現這樣 然後我們一樓的展場 一樓的那個品牌選物跟設計 也會配合二樓的展覽而所 有點不太一樣這樣 那這公民會館呢 我們就是後來在去年 他們就是沒有讓我們再繼續經營這樣 那所以他現在要把它改成是動漫館 所以他未來會變成動漫館 可能今年八九月會再開幕 那他的這個轉變可能也可以想像就是 整個市府 但他同樣都是桃園文化局管的嘛 整個市府到底對於什麼是文化 他需要的KPI其實是有一些不同的想像這樣 那對我們來說我們會覺得讓大家理解 喜歡一些作品 或者是開始從藝術作品裡面去思考 跟自己所在城市的關係 只是需要時間慢慢去發酵的 可是在很多很多你看像 不管桃園的活動 或者是桃園文化局的一些活動 你會知道他還是有他一些所謂KPI的壓力在這樣 所以會有一些我們會覺得 比如說今年地景藝術節 就Hello Kitty又出現了這樣 對 但是我覺得某一方面還是 還是有一點點進步是 Hello Kitty出現這件事情 這次在網路上反而是 大家會覺得它是有問題的 就蠻多人會覺得它是有問題的這樣 那因為它跟到底跟在地的連結是什麼 很多人在網路上提出這樣的質疑 我覺得這個是這幾年的蠻大的一個轉變 然後自己看到是覺得還蠻開心的這樣 至少大家有在去思考 我所謂看到的藝術這件事情 到底跟自己的關聯是什麼 我覺得慢慢有在思考這件事 那之後呢 在公民會館結束之後 其實有機會接到鐵玫瑰藝術節 鐵玫瑰藝術節是桃園的戲劇節 一個蠻大的戲劇節 然後邀請來做展演這樣 那我們那次做的呢 其實是找民眾一起來共創新民街的傳說 因為我們常常說 就是那個桃園沒有歷史 沒有傳說故事 所以我們就幫新民街寫傳說 然後最後我們立了一個石碑 然後最後請表演者 直接在那個假的遺跡面前 就是演出把故事說給大家這樣 所以我們也做了一個假的浴池 因為就是有那個民眾寫說 這個地方日治時代可能是有個浴池 然後後來因為二次大戰的時候 有很多PDSD的老兵就會在這邊洗澡這樣 對 大概是這樣類似的故事 我們就把它做成一個假的遺跡 然後讓表演者 那個把這個故事說給大家聽這樣 然後當時剛好還遇到那個疫情 剛爆發不久 所以我們臨時把它整個那個共創工作坊把它轉線上 然後在新民街上就是有風箏 然後這是假的浴池 然後這是表演者在說這個遺跡的故事 大概是以這樣的想像 希望大家去思考 如果新民街 或是如果桃園有這些傳說故事留下來 會有什麼不同 那這個也是我們一直的出發 所以後來桃園老城區附近有一個米昌劇場 那是桃園第一間實驗劇場 在去年的時候開幕 然後我們協會有受邀做一個製作 然後我們當時就是尋戲劇 就是以桃園這邊戲院的故事 來做一樣是街區型的演出這樣 所以大家可能想像 我剛剛不是說桃園那邊那個很繁榮嗎 從哪邊可以看得出來 在民國80年的時候 剛才畫的那一塊區域 桃園老城區裡面 總共有25家戲院同時存在這樣 所以它其實光從戲院的樹木 你就可以想像它當時繁榮的一個景況 那當然後來有的戲院只存在一年就消失了 因為到後來覺得戲院有點泡沫化 但至少從景福宮一直走到米昌劇場在這邊 我們途中就可以經過五家戲院這樣 而且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 就是當時景福宮前面演的就是歌仔戲 然後而且以前的戲就是演給神看的這樣 對 然後景福宮前面也有個戲台 現在變成龍池戲台也拆掉了也不在了這樣 那這些戲院也不在了 然後而且以前桃園的戲院呢 有一陣子呢是話劇跟電影是一起的 然後再往後呢是什麼 是歌廳秀 就是那個諸葛亮啊 然後那個大白鯊 叫什麼 木瓜俠 木瓜修 他們把它叫做木瓜修 都在這邊演過這樣 所以我們大概會把這樣的故事 把它編成一個戲劇 然後而且都是在街劇上演出 因為我們只很希望 像我們前面講的那個鐵玫瑰 也是直接在街上這樣 一直很希望 你所看的故事就是發生在 你現在所在的一個場景這樣 帶他們從景福宮一直走到米昌劇場 那中間會經過戲院 所以我們一方面把戲院的故事 利用戲劇的方式 帶大家去思考 那同時也去思考 這些舊的戲 這些戲院全部都不在了 25家戲院全部都不在了 而且最誇張桃園 曾經有一陣子 是一間電影院都沒有 現在只剩下兩間這樣 一間統領一間印八九 也都不在老城區了 都是在火車站前面這樣 然後所以這些 你所看的這些東西都不在了 那剛好米昌劇場有出現這樣 所以就會在想說 那舊的東西都不在了 那新的戲到底在哪裡這樣 那中間當然就會有一些 我們口仿填調的故事 就是會在過程裡面 用錄音的方式說給大家聽這樣 所以還包括那個阿姨去看那個 就是牛肉場 就是所謂木瓜俠秀的一個回憶 都會在戲裡面做呈現這樣 而且有一個比較難過的故事 就是在這附近其實有一家戲院 就是濕火燒了28個人 燒火燒燒掉 燒死28個人這樣 那為什麼會燒死這麼多 就是因為它上面其實就是歌廳秀 然後後來很多人就是會從那個逃生梯 就偷偷跑進去看這樣 所以後來業者就把逃生梯整個給關起來 結果下面一濕火 就整個變得很嚴重這樣 所以其實這個跟在地的一些故事 或者是曾經發生的事情 其實都是非常相關的 然後你從這些故事裡面 你也可以去想一想 整個桃園如何從過去這麼繁盛而走到現在 那未來我們到底還要往哪邊去這樣 那一樣在中間會有民窗工作坊跟口坊填調 然後最後會在街上做演出 那今年我們其實也是會朝著這個方向 就是小小廣告 我們在今年11月11號跟12號 也會有一個那個鐵玫瑰藝術節的演出 然後這次我們大概會是 以桃園這邊的遊民為主題 希望從遊民的視角來看這個城市這樣 那其實這個遊民其實 因為老城區沒落了之後 很多遊民會在這邊聚集 然後大家都一直很想把他趕出去 可是其實這某一方面也是整個城市發展 所一定會產生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是不是真的要解決這個問題 如果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恐怕我們跟所謂文字保留 或者是那些的東西 也許我們是站在一起的 也許我們同樣感受到的是這個城市 就是發展帶給我們的生活壓力 我們只差一點點 或者是我們只要一不小心 就有可能落成變成所謂的街友 我覺得都是有這種狀況 因為其實很多街友 它原本是有正常的工作 可能只是因為身體生病了 它就沒有辦法繼續再工作 而開始一路往下掉這樣 類似的這種故事 所以其實我一直覺得我們其實是活在同一個狀態 在同一個壓力底下這樣 也會希望這個東西能夠藉由這齣戲 以及藉由的故事能夠讓大家感受到 然後另外八月的時候也會有一個小小的展覽 然後我們也是一樣帶著志工 去做桃園老城區的採集 然後我們會想像 就是如果桃園老城區不見了 我們以後的人來挖掘 會挖掘到什麼東西這樣 所以我們會留一些聲音 留一些錄像來給未來的人 大概是用這個概念做出發來做這個展覽 大概會在明年八月的時候這樣 所以回到在做的事情 會一直覺得大概從一路走來 覺得其實很努力的一直很希望 是用藝術不管是戲劇也好 展覽也好 都一直很想用藝術的方式 回應城市 然後也回應自己 然後我們一直很希望 就是整個城市發展 它可能是包容的 可能是新舊共融的 而能夠讓我們更喜歡 我們所處的一個城市這樣 那原因是因為其實我們 也一直必須在思考 在不斷的發展中 我們到底得到什麼 然後我們失去什麼 所以從早上一路下來 航空城 給大家一個美好發展的想像 你看這麼多 然後未來它是一個 就是很多商業很多那邊會在 然後還有很多很高級的住宅 可能會在那個地方 然後包括那個江湖 對那邊它可能也是 未來那邊會是一個產業園區 大概都是會是那種想像 可是為了得到這個想像 第一個是這個想像 到底會不會達成 可能都是一個問號 第二在這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到底是付出的多 還是得到的多 那到底是誰付出誰得到 我都覺得是應該是好好的盤整一下這樣 或者是好好的去思考 比如說像這個 就是未來整個那個桃園火車站 整個拆掉之後 所謂的供購想像 這未來會是三鐵供購 台鐵 然後捷運綠線跟捷運中線 那捷運綠線通通通通通通 就是通到江湖工作室那邊 再往前通 就是通到那個 早上第一堂講的那個航空城那邊 所以它一脈是穿在一起的 你要為了這個捷運 你就開始徵收 就開始趨斷徵收這樣 那桃園火車站呢 這邊犧牲了什麼 後來他們在發掘的時候 最早其實發到那個清代 就是日治時代的那個磚頭 最早其實發現日治時代的磚頭 後來再往下挖 發現了日治時代的變鎖 再往下挖呢 挖到了清代流民船鐵路的遺址這樣 而且它是全台保存的最完整的 範圍最大的 而在然後我們就是去陳情 然後去也很努力的做議員拜訪 然後我們甚至於還自辦導覽 但它最後的結果還是 我們自己覺得程序上很有瑕疵 所以我們目前也向監察院檢舉 雖然我們對清大約很不放心 對 那目前也還在調查中 但無論如何 它就已經讓它動工了 所以現在這個稍微複雜一點 就是那一大塊 我們看到的那一大塊 三鐵共構嘛 那所以這裡面其實是有兩個單位 一個是捷運局 一個是台鐵這樣 那捷運局的部分 就為了要施工 像我剛才看到 永和市場G08已經施工了 那火車站是G07 所以就是G08就是它的下一站這樣 所以兩站都開始施工了 施工了之後 我們怎麼去看都沒有用 所以它就整個挖下去 所以其實已經有一部分的遺址被破壞掉了這樣 所以大家剛才看到的這一片 這一片是已經沒有了 就是一大片 這一片是已經確定沒有了 但是台鐵的部分目前還在視覺 然後所以也請大家很努力的關注那個 我們有個桃園鐵路挖道寶的那個粉絲頁這樣 可能在8月的時候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審議會 就是要審台鐵這一塊 這塊已經被挖掉 已經沒救了 台鐵那一塊 到底有沒有文字價值的審議這樣 我們也很需要大家到時候一起聲援我們這樣 大家一起來旁聽審議 但是時間還沒出來 所以很討厭 他們都會一個禮拜以前才告訴你 什麼時候要開會這樣 氣死 然後實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當然也就是會自辦導覽 所以我們會捷運視察的小旅行 然後也就是跟那個江戶開放工作室合作 然後所以你看每一站呢 大概都會有它悲慘的故事 對 在這一站呢 我們犧牲的是那個火車站遺址 全台灣最完整的清代鐵路遺址 G08呢就是永和市場 那G09呢當時也是因為那個徵收的關係 然後爆發嚴重的抗爭這樣 其實也是一樣 你不需要徵收這麼大塊 就是硬要徵收那麼大塊 然後甚至於還有居民就是 就是邪見抗議場這樣 那後來這個地方大概擺平了 那G10、G11呢其實就是現在所謂的藝文特區 剛才講的那個桃園非常漂亮總圖的那個地方這樣 那其實從G10、G11大概就可以看到未來的想像是說 當時他們也會覺得有很多地是 就是可以給公眾使用 就到最後就是展演中心跟那個圖書館 其他旁邊全部都是豪宅 對 豪宅沒有人買不起 我們說這個地方就是桃園的新義區 那個不要說買不起 裡面進去餐廳吃飯你都會覺得心很痛這樣 對 好可怕的高 就是 反正所有的所有最高級的東西 目前都在這邊 那在過去呢 就是江湖開放工作室 所以也就是現在 在整個城市發展底下 唯一謹慎的市區裡面的一塊農地這樣 那現在也岌岌可危 對 所以就是搶救啊 從G07、G08、G09一直到G12、G13 就是G12、G13就是剛才講的那一大塊 在過去呢就是航空城這樣 也已經被徵收完了 對 所以每一站都有 令人難過的故事 你看看就是造起來很漂亮這樣 對那這個都是圖書館 就大家可以進去 旁邊沒有一個地方大家進得去 連去吃飯都覺得 都很痛苦這樣 對 然後 所以我們當然也會 辦了一些在地導覽 然後也會有一些鬼故事 然後就一直很希望 能夠把桃園這邊以前的故事 說給大家聽 一直我們覺得 你可能要知道你過去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才會知道你未來什麼樣的想像 比如逸文特區已經是那個樣子了 你為什麼G13還是要那個樣子呢 就是 那逸文特區未來會變成什麼樣呢 就是桃園老城區這樣啊 就是所有的文化故事都不見了 然後你想要經濟發展也沒有一個新的想像 然後故事就一直消失 然後產業也沒起來 對 那我自己覺得 逸文特區未來可能就是在沒落就是那樣子 那怎麼辦 親譜那邊就摘一個商圈出來 摘一個商圈出來之後 逸文特區又沒落了 大概都是這樣的循環 對 對 那我們沒落到最後 變成所謂 皆有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 我是覺得很有可能耶 加上我現在只能活到9月 所以 對 所以你知道 這個我就會覺得 其實到底是屬於 什麼是屬於我們一個更好生活的想像 會覺得其實是 藉由藝術的行動 我們一直在思考的事情啊 所以我們當然會很希望 未來能夠繼續就是 用更多有趣的方式說桃園的故事 那為什麼要說桃園的故事 就是希望能夠一起想像 我們到底需要什麼樣的生活 對於城市發展 有沒有不同的想像 因為現在整個好像大家城市發展 都是同一個想像這樣 我要開捷運 每個地方都要改捷運 對這是一個就是 對就是把大家一直往台北送這樣 對 那我們有沒有不同的想像 然後也希望 藉由藝術家的串聯 或者是我們開始 用不同的方式說桃園的故事之後 也許真的會有個屬於桃園這邊的 在地的觀點這樣 然後最後當然就是會希望 就是能夠慢慢前進 就是整個發展能夠慢下來 然後希望整個桃園老城區這個地方 也許是可以慢下來慢慢走慢慢逛 然後最後當然是希望整個城市發展 能夠慢下來 慢下來之後 我們才可以好好去思考 哪些是我們要留下來的 哪些是我們可以犧牲的 就我們也不是所謂 完全反對發展 但是我們換的東西到底值不值得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可以思考的東西 對啊 就是你到底要一個 把大家都往台北送的捷運 還是你希望有一個 全台灣最完整的遺址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思考的 對 那我們有沒有不同的可能 或者是我們只有慢下來 我們才有可能 雙贏的可能 我覺得是這樣 否則遺址的發展 要擋都很難 對 好 那今天就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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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講到參加兩個宿願 那你們有參加合作 或是跟他們有一些什麼封創的之類的嗎 那有一點好情況 目前唯一有的就是我們有那個 之前香港的紀錄店 跟我們說有包廠來離職 然後另外也是有一個 也是有一個 桃園其他地方的紀錄店是包廠的 他目前只有這樣就有可能做啦 這樣就有可能做啦 他如果沒有一天可以在那邊幫人家 我想問就是再從來然後原導我們就是像是 我們是保守的或是藝術其中 然後面對在地域的那麼多想想的問題 因為其實 過去在其他地方開運的話 其實會遇到很多部分是在地域很強 然後我們就是想要發展 要離職 然後我覺得到反對的那一張 那方面是很強的 這個有蠻大的 不可說的張力 就是比如說 可能很多 很多 代替的軍民是期待不同的 他們也不真的來做的 然後其實我那一期是很關心的 那我才敢跟 每天見面的阿姨說 阿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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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 你跟在地區 你大概也是一樣的 慢慢說這樣 那目前唯一能做到就是 比如說傳訓信息 朋友去訪問他 就來看完整個 整個戲之後 是 有阿姨是訪問的這樣 因為就覺得 喔跟他以前的樣子 就是 真正就是阿姨 阿姨的故事這樣 然後 只能期待就是 藉由這個時候的火力 然後開始慢慢去跟他講說 欸 這些東西 你是留下來所有家裡 對 所以就是也許 也許期待 他在路根或整個發展的時候 有某些東西 這個阿姨說 阿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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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目前只能這樣 那 火車站的部分 真正就是 就是那個很常用 那這個地方軍力也很大 因為真的他們確實是 是很希望能夠捷運 當然是這樣子 對 雖然他們可能也不知道捷運 背後有這麼多 這麼多犧牲 這真的是他們不知道的 對 或者是 即便他們知道 只要發生在 你不把力在他們的身上 他們都會覺得是必要的 但這個東西就是 確實是沒夠過的 一方面實際上很濕壓 二方面 我覺得是有的安逸 就這一點是柯燒的一個強項 就是 好啦 那剛剛講 你不要幹那麼多 我們有沒有說你的課程 是可以 資格還可以有一些 然後我們 目前都 都貼一點乖小孩的狀態 就是 只能 比較像阿姨之類的 但是 阿姨之類的 我們也不會去 進太多的場景 大概聽得到 沒有 我可以講一個就是 他比較不能講到我們 就是 台北跟桃園有很大的空洞 不在於我們的社會的方態 這樣 如果你說台北是個 那個 非議題是大陸 我說台北是個 我還是可以罵你 我不會說 如果我罵你做的話 好像沒有在求聖 或是在求聖 或是在求聖 很好的空洞 而我可能就是 我罵你的部 我可能就拿到 你的分佈的方法 所以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 有些事情 然後第二種 是 我是很指定大家 自己要請 你 我想 我想問 現在是 現在是 你才會不來不來 看你是所屬發的 你說是 那裡是公園 是所屬 塔北市文化的 所以你講的是 但我們會對 你塔北市文化的 你去針對 我不一定認同 在塔北市的 那裡是當中 可以罵你 可以嗎 你罵你 但是會被你想吃 所以說你跟你 自己不去做 除非今天 你這個當中 有你中的 行為上的問題 就一定不容許 那他這麼多人 就會有這樣的 有考量 可是只要離開 台北市的 這次 市府的行政主席 結構不同 就會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我可以去 比較一件事情 就是我覺得 差異真大是 台北市文化 因為我們文化版本 文化局的 補助的項目 跟 陶德州文化局 補助的項目 就完全 長得不一樣 我們有補助的 藝術家 客人的 藝術團體 然後聚團 通通有 不考慮的 藝術家 完全沒有 所以 當然我們 有說去考慮的人 都會覺得 為什麼 是不選 可是在台北市 台北市的人 是不敢去 我敢去那裡 那在談判 我們這不關 你們不敢看自己 因為我們 太假意 你的意思就是 也就是台北市是有個 很多時候的習慣 就是我們吃兩大道道 但是我們怎麼嫁過 不會糖太多 所以我覺得 這是台北人好吃的大法 他們可能會就是像 唐空城這樣 你走到十步 你怎麼都進入他 你沒有糖 那裡了解 所以唐空城是走到十步 然後但是你還有在 有一個是好像就 有九年正步 有九年正步 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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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個他會先圍繞見證 就是說你這次圍繞 然後再來是什麼 再來是什麼 他會繞圍繞見證 然後那個階段結束之後他會繞圍繞 對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到了一個階段會有一種 那種看過你沒有男朋友 看過那個電影 你剛好覺得他有 那個電影已經長得很現實 當你適合在外面的操作者 有一天你就要成為在裡面的那一個 你公的意思嗎 你公的一個操作者 像你要改善這個的時候 你整個部位就是成為這裏面的 那如果要付出這個時間成功 一定有一個人要去跟自己進去 有一個人要去跟自己進去 有一個人要去跟在外面 然後兩邊用操作方式去組成 因為台北市非常多的主機寶棟 它是用說過容器以轉的操作 那誰來談 有沒有人要發出大力去 台北市非常多的主機 他必須跟所有選擇 跟建商一起 對 但是這個還成功的機率 台北市政府單位的 有很多成敗的秘密 但是其他地方都沒有 那你都說 我們要試著在這裏面的公司 因為我們用建團去支援自己 因為現在是一個那樣 他可能選擇擋平板 但現在我要怎麼搞 不關心這個事情 不斷工地擋 對 我一直在這裏做那裏 他有沒有要做什麼 那就是你看一下 我要來收場 不斷工地掌握 我就是想完成 感谢观看